特朗普,特朗普,周三,星期三,昨天,5号 表示在白宫里面说 美国没有准备跟中国谈商贸协议 说他不会跟你谈,摆明是企硬 不用说话,摆明企硬,中共就大了 中共常说看美国的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等共和党将票数 拿不到议席在议会里面 拿不到议席,想着对中共来说松一口气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中共去打这个牌肯定是错的 为什么呢?你看现在美国国会 就算民主共和党 他都是一致支持特朗普打赤中共的 就算我觉得中期选举 如果共和党可能少了议席 这样不用说,一定是打赤你的 如果你摆明这样的姿态做够我的 如果我是特朗普怎么想呢? 我是特朗普一定跟你死过啦 所以现在特朗普就站得硬喔 你玩够我,你又搞我中共所谓 特朗普的票仓就是农民 他说搞够他啦 特朗普都说,都已经开到声 说你搞他的农民呢 你后果自负啦 现在广东民站得硬就不跟你谈 根本就不会和习近平接触喔 你看他那些 他已经讲到明了 他就不会去那些什么APEX呀 就不会再去那些东盟会议呀 放到明就说不谈啦 大家不见面啦 没有接触的机会 连接触的机会都不给你呀 即是不见面啦 特朗普这里都说的 他这些时候都说 说赞呀习近平呀 说尊重习近平呀 跟习近平是朋友那样嘛 即是朋友、老友、老衬 都是只差一个字而已 老友大家都知道啦 老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啦 只差一个字而已嘛 摆到明现在不跟你谈 不跟你谈 就打硬 即是一继续打 继续打了 五百亿去了二千亿来着 招呼你 二千亿来着打到这样 这样 这样中共呢 老实说他只包不住火的 即是经常都说他没事没事 其实不是真的没事的 现在看回一段新闻说啦 就是说什么呀 就说他这些中国里面的粮油公司 即是粮油公司警告 他说会冒险购买美国大豆 即是顶不住 顶不住啦 他不理你打不打贸易战 是什么的问题 他为自己一定的商家路 他一定要补充 补充回到他的粮仓里面 即是现在中国里面的粮仓出事呀 是吧 中国粮仓出事 即是经常都说一句说话 很简单的 三军未动就粮草先行 是吧 即是你当其实士兵都是人来的 士兵的人 你是人你操练了之后 变成士兵有些 即是你想想以前的朝代 不要说操练 以前的极权朝代 他是精兵的 精兵就是捉那些人去当兵 捉那些人当兵 老实说的士气一定是弱的 士气一定是弱的 你如果士气已经弱的 你捉他去当兵去打 他上船线打 连粮食都没了 他的士气更加跌到谷底 对不对 现在这里不用说了 这些已经放风出来了 我会买美国大豆 买美国大豆 这里他说的嘛 即是打了贸易战之后 这里说 他说中国是大豆的大买家 去年买入六成的美国出口的大豆 但今年7月6日 即是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 即是报复性关税之后 报复美国之后 中国基本上退出了市场了 退出市场怎样呢 他就找其他很多地方啦 巴西亚阿根廷那些 那些又贵又不漂亮 最重要是不漂亮的嘛 美国大豆漂亮的嘛 漂亮的嘛 漂亮的嘛 没办法啦 没办法 他一定要等于现在这件事 即是他这样放风出来 就告诉你中共听 这个问题很严重 即是你没有 你良性供应完全不行 会发生什么事呢 三军未动都良草丝人 那些军人都没有作战能力啦 没有作战能力 不得止啊 还可能会反够你 那你经常都说嘛 中共经常都号称的嘛 即是十三亿人民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嘛 他这么说的嘛 他这么说的喔 但你看回现在的东西 自从打贸易战到现在来说呢 中国人民呢 是很渴望 即是特朗普是打扰中共 是打扰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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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厉害的 你想想想 现在中国人民对你中共 是多厉害的 就知道 是吧 这些真的只包不住火 这个网络 这个叫做什么 网络帝国 我经常都是网络帝国嘛 网络帝国 网络帝国只要你肯 肯 即是你识利用这个网络帝国 你就会 可以对这些极权 极权 中共这个邪恶极权呢 就一定会打残他的 对不对 即是你看现在这件事 真是爆了 真是爆了 中国粮冲出事 不爆了 真是爆了 是吧 没得吃 没得吃 他不能和你反台 反面 反底肤反埋 对不对 即是你看一样东西 即是经常都讲 有句话 中国经常都讲 有得吃不吃 最大恶极 是吧 有得吃不吃 当然是吃 没得吃当然是和你反 反面反台 一定反够你的 你看现在中国的情况 这样 中国我经常都说了 是粮食的进口大国 是进口 进口 他如果不进口 他根本的土地 即里面的土地结构 是不可能自吸自足的 他的土地结构 就算我当你不起楼 不成都不可能自吸自足 照顾到这14亿人的位候 是不可能的 现在不用说 他更加将土地 城市化推平了 去起楼 赚钱 赚钱 这样看他的粮食 土地不足 这里都说 这里都说的 这样 这些中国里面的粮油公司 粮食公司 就说 计划在俄罗斯东部 租借地 种植农作物 运回到中国 其实不要说去俄罗斯 他很久之前 非洲都在做这些东西 都是租地 种粮食回到中国里面 已经在做这些东西 因为根本不可能自吸自足 讲到明 一个粮食一个药品都是 药品都知道 假药做不到 做不到好的药 不要说要做 做不到 这个是人的贪念情况 因为如果制造一个药品 他一定要测试很严谨的测试 用白老鼠用动物 测试到很准很准 但这些测试是很浪费的 浪费的 对中共来说 他每次都用钱来衡量 他怎会做这些东西 发发追追 他直接都不找动物测试 就找人去做测试 所以为什么这些药 中国这么多年 这几十年的药物 做不到就做不到就是这么解 就是这么解 就是这么简单 钱一个钱就搞定了 就令到人现在疯狂了 疯狂了 不要说弱品是食品 现在中国人里面 他里面的食品 中国制造的食品都不想买 为什么那些进口东西有价有价有价 就是进口东西来老东西 来老东西他觉得一定是特别好的 是特别好的 那就买了 这个是信心问题 对中共已经是不信任 这是警号来的 是警号来的 绝对是警号来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回现在 情况已经这么恶劣了 中国自己里面的环境 自己的问题都这么恶劣了 接着又搞了那些东西很匪夷所思 他对那些 现在他对那些网游啦 网络游戏呢 又说说到他说会征收这个网络 网络游戏的税去到35% 去到35% 那又怎样呢 那肯定很多网络游戏 顶不住倒闭 甚至更加增加成本 那你想想那些网络游戏 甚至那些人打机 你看回很多外面的个案都是 打机打得真是瘋的 打机打到真是找刀斩人 又开枪杀人 都是因为打机那样的 就是网络游戏 那我现在想整顿这个网络游戏呢 你整顿 这样一定是有一个阵痛的 那怎么应付呢 这个阵痛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不知道真的会不会在中国里面 那些人 你没游戏给他打 没机器给他打 他怎样呢 就打死你中共啊 真的打死你中共的人 就反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你想想这些除了你经济麻木 那些中国人民 令到他忍住你中共先 其他这个网络游戏都是 他在麻木着这些 有班人在麻木着他的 控制着他的 你没机器打 没机器打就和你玩真东西了 在这个社会上面 和你玩一下捉衣恩也好 玩一下碰碰车也好 不知道的 这个情况可以有多大 有多震撼呢 甚至这些网络游戏很多 在中国里面很多这些网络游戏公司的嘛 不只是腾讯这么简单的 很多的 即是每个大大小小都有的 你一征收这个税 肯定我估有最少里面 中国里面 就是倒闭这些网络游戏公司 倒闭最少七成 那些小小的那些 甚至小小型的网络游戏公司倒闭 倒闭就是失业了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这个问题他不知怎样解决 那粮食就出事了 现在就搞了这些 现在你看回经常说金砖五角 金砖五角没有谁是好的 没有谁是好的 自从你想想美帝就是美帝 特朗普金毛斯王真是真的 他的思考功呢 真是说一说话呢 令到金砖五角散散散的 你看金砖五角的货币呀 还有股市呀那些都散散的 你看中共都是金砖五角的嘛 俄罗斯那些都是的嘛 俄罗斯货币 南非、印度、巴西那些死的了 都是死的了 都是死死的了 你看回整个形势来说 整个形势 特朗普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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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都说 男人不硬 女人不happy 特朗普硬 第一夫人一定happy 一定快乐 很开心的肯定 你看回一样东西而已 一样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很明显一样东西 很明显 就是说 美帝真是突刺你中共的 现在中国人里面 中国人民也很想美帝 进一步行动 加大对中共的惩罚 令到中共没有翻身之日 搞到这样来说 中国人民对中共这么反感 中共现在还自我感觉良好的 自我感觉良好的 很多消息随着 可能连杂鞋都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 到头来那些赤鞋子都跑掉了 杂鞋可能还在中南海按钩钩都不定 那七常委 对不对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走得好世界 又不关我事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你看看用脚头票这么多钱 为什么去美国那里就知道 对不对 这些就是很正常的东西 周边国家都被他搞到一片混乱 所以特朗普站硬 中共就一定够缩的 一定缩到够缩的 集缩一定是远的 一定远够了 因为特朗普讲到明不跟你谈 不跟你谈 那你就是习近平天天 还有他那帮太监 下面那帮太监 都是肯定日日发乐梦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